大家好,今天美国在本土进行了弹道导弹的施射以及拦截实验 美国导弹防御局MDA和波音公司成功的测试了陆基中段防御系统GMD 波音公司在开发陆基中段防御系统 是为了防御拦截外层空间的洲际弹道导弹 这次实验中一枚从美国西部范登堡空军D发射的导弹 成功的拦截了一枚从外太空发射到夏威夷附近的目标 波音公司和MDA声称 这次拦截实验中拦截弹的分离以前由三级组成 改为由两级消除了目标的死去 不过这次实验已接近概念论证阶段 因此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正式投入 所以美国这次实验就是在太空部署防御武器 也将武器部署在太空 那实际上也增加了未来在太空进行军备竞赛的风险 那么缅甸的最新情况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缅甸呢 现在缅甸政府的表示 在中国过旋下已经开始与民族联盟代表举行会谈 民族联盟自10月底一直在向缅军发起攻击 缅甸政府军与兄弟联盟在中国过旋下进行了积极会谈 那攻势发生六周后呢 卧旋呢 开始中国呢 积极的进入到缅甸的和平谈判 中国表示 经过数周缅甸政府和少数民族武装之间的战斗后呢 于周一就缅甸冲突举行和平谈判 并取得积极成果 中国外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国对看到缅甸冲突各方进行和平谈判 取得积极成果感到高兴 中国将继续支持和促进谈判进行 我们相信缓和缅北局势 符合缅甸各方利益 中国呢 也在10号啊 针对缅北的三大家族啊 发布了通缉令 中国呢 公安部公布呢 在掌握相关犯罪事实证据基础上的 辽宁福建重庆等地的公安机关 决定对白锁城 魏怀仁刘正祥 等10名缅北国港地区 电信诈骗犯罪 重要头目 进行公开悬场 今年10月呢 中国呢 中国呢 已经逮捕了缅甸的明学昌 明国平 明居兰 明真真 那这次呢 辽宁整大连市公安局决定对白锁城 白映仓 又名李云辰 白映兰 又名李孟娜 进行公开悬赏通缉 福建省全州市公安局决定对 魏怀仁 魏荣 又名陈荣 魏清松 又名杨松 进行公开悬赏通缉 福建省龙岩市公安局决定对 刘正祥 刘基光 又名李华光 刘正茂 进行公开悬赏 重庆市公安局决定对 徐老发 又名徐发起 进行公开悬赏通缉 公安机关的敦促犯罪先人 白锁城 魏怀仁 刘正祥 徐老发等诗人 认清刑事 悬崖勒马 主动投案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 同时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 人民群众积极举报 协助抓捕犯罪先人 那对提供有效线索 协助抓捕的有工人员 公安机关奖励 10到50万人民币 那现在的缅甸的情况呢 现在来看呢 实际上的10月底啊 这个1027行动开始以后呢 实际上和我现在发展 和我之前的判断也是一致的 就是在中国和缅甸边境啊 实际上的缅甸政府军的控制啊 已经基本上被新的军事力量取代了 就新的这个军事力量取代了缅甸啊 他的这些四大家族的人 那么这样实际上四大家族已经被缅甸政府啊 已经正式抛弃了 这个通缉令呢实际上就是缅甸政府正式抛弃四大家族 所以中国呢发布了通缉令 而且呢这个和平谈判现在来看呢 还适合和我之前预判的也是一致的 就中国呢像缅甸政府也在施压 那缅甸边境地区啊 这个军事力量由三兄弟联盟 他来控制啊中缅边境 缅甸政府呢达成和平协议 也就是说双方呢能够进行和谈 这样的话缅甸和中国边境地区啊 就不再由缅甸政府来控制 反而由中国啊中国来控制中国来影响 那这个会谈的结果呢 目前现在还不清楚啊 双方停火的具体的内容 但是呢停火时间 根据现在我从俄罗斯方面了解的情报显示 停火时间是从12月11号到12月30号 稍后呢缅甸政府可能会发布新的停火的公告 那么就到12月31号 双方呢在中缅边界可能会停火 那现在看呢促成谈判的原因呢 首先缅甸政府军存在重大的人员问题 人员不足 那缅军的总司令呢 缅甸来呢最近也表示啊 需要通过政治手段解决族群间的问题 那现在人员紧缺 另外呢现在在中缅边界恢复和平以后呢 能够集中兵力南下在印度和泰国边境 来清剿这些当地的民间武装 那诈骗集团呢实际上呢在中国 现在来说呢缅甸政府呢实际上也承认两年的时间 诈骗了400亿美元 就从中国诈骗了400亿美元 所以呢实际上中国方面呢 也对缅甸提出了打击电信诈骗的要求 所以这次停火啊 包括这个缅甸四代家族灭亡 缅甸政府是默许的 也就是说实际上缅甸政府 已经同意打击电信诈骗 打击四代家族 也可以说实际上啊 这个中国呢已经完全控制了中缅边界 而缅甸政府呢是默许的 他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那随着电信诈骗啊 这个四大家族被赶出缅北 那么现在来看呢 缅甸北部地区将由同盟军占领 而背后呢是中国的支持 那现在呢缅甸同盟军呢 已经抵达了谷杆地区 在老街 所以现在呢很有可能啊 未来在缅甸北部地区啊 那会形成一个中国控制的一个区域 会隔离缅甸政府和中国边境地区 所以缅甸的国内的影响 对中国啊就形成了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我之前的预判啊 就是在缅北地区就形成了一个缓冲带 形成一个缓冲带 而这个缓冲带呢 实际上就是缅甸 它和美国和印度这种特殊的关系 未来美国印度影响缅甸 就不会影响到中缅边境 因为它有一个缓冲带 看到了吧 而且呢这个内战啊 现在看缅甸政府 它实力被削弱以后 它更加依赖于中国 反而呢缅甸政府很难在 印度和美国的影响下 对中国构成威胁 所以你看这种情况呢 反而对中国稳定 这个西南边境更有好处 那以色列方面的情况呢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以色列方面呢 以色列军队呢 在加沙地带啊 与巴勒斯坦的武装 发生激烈战斗 那最近几天呢 乙军呢 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的 作战行动呢 有所减缓啊 就放缓了的城市作战 集中力量的进行建筑的防御 西北部呢 以色列国防军在清理拜特拉西亚郊区 并完全包围了拜特拉西亚地区 就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加沙地带 那沿海地区呢 以色列部队呢 对西拉德万地区进行零星的袭击 那巴勒斯坦部队呢 以伏击和打击 以军的阵地为主要目标 但未能夺取主动权 在南部加沙地带这个 哈欧尼斯 沙拉丁高速攻陆啊 实际上双方战斗非常激烈 越南河西岸呢 以色列安全部队呢 还是与当地的居民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啊 包括在图巴斯 纳布鲁斯 那以色列国防军呢 正在向汉尤尼斯市中心推进 目前是两条线 将加沙分为三个部分 以军现在还在沿埃及边境发动新的攻势 沿埃及边境 大家看看这是埃及边境 这个蓝色的是埃及边境啊 以军呢 现在进入到埃及边境地区啊 发动攻势 将切断埃及和加沙的联系 这是一个新的情况 以军呢 现在正在深入加沙城 还有甲巴利亚 所以从图上可以看到啊 看这张图更清楚一些 那么现在这个绿色方向呢 就是现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 那么埃及的边境 如果被以军完全控制的话 那么实际上加沙地带就被切成 那三部分 而且不能与埃及相连 那么这样的话 实际上整个的加沙地带 就会被以军完全控制 被切割成几块 然后这样哈马斯的军事 地面上的军事行动 就会被分割 所以你看以军现在对南部 还有哈勇尼斯发动的攻击 也是要切断他南部地区的这个指挥中心 对外的联系通道 另外以军呢 将大量的难民呢 赶往这个埃及边境 那么造成埃及边境发生 这个那量的难民啊 袭击援助车辆 造成骚乱 所以埃及现在对 这些巴尔森难民 埃及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 这也是以色列方面的一种操作 这是埃及边境口岸 在边境口岸 巴尔森难民啊 袭击这个援助车辆 直接哄抢啊 整个车被抢劫一空 就现在大量的几百万的难民 集中在埃及边境地区 埃及又封锁边境 不允许巴尔森人越境 那么以军的目标呢 是将巴尔森人赶往 以改往埃及 那这样的话会造成 埃及边境啊 边境地区和巴尔森之间的矛盾 在北部的黎巴嫩呢 现在最新的消息呢 以色列当局呢 已经向黎巴嫩当局啊 以及黎巴嫩政府 发出最后通牒 以色列警告 如果珍珠党和其他的准军事组织 不能在未来48小时内撤出 联合国安理会商定的 利塔尼河安全区 就是这个安全区 这个蓝色 蓝色 重合的这个方向 那么以色列将在 黎巴嫩南部发动地面行动 这也是黎巴嫩啊 这个 巴尔冲突以来呢 黎巴嫩方面 首次接到以色列地面行动的威胁 也就是现在呢 实际上伊朗方面呢 会利用黎巴嫩珍珠党 对以色列北部发动威胁 发出这种 越境打击的威胁 那么实际上 乙军呢 就将边境地区 推进到黎巴嫩境内 看到了吧 推进到 你的 叫利塔尼河安全区 以北 这样的话 就形成一个安全区 安全区的话 黎巴嫩珍珠党和乙军之间 就不会发生大规模冲突 能保证以色列本土的安全 所以现在来看呢 在黎巴嫩北部地区 伊朗的势力 对以色列威胁 以色列方面 其实更关注的是伊朗 更关注北部 而埃及呢 在西奈半岛 在这个加沙地带 包括这个哈马斯 根本威胁不到以色列 我之前就说过 哈马斯呢 他不是正规军 哈马斯是游击队 他根本威胁不到乙军 就算能打掉乙军的一些坦克 他也只是什么 也只是消耗 他不可能在战略上 在战场上取得成功 所以真正的威胁乙军的是 北部黎巴嫩珍珠党 也就是伊朗的民兵 他们是有真正作战能力的 他们是正规军 所以实际上 乙军将重要的 重要的这些部队 重装备 还是集中在黎巴嫩边境 那未来48小时 如果 黎巴嫩不撤军的话 那么可能会发生地面行动 也就是乙军会入侵黎巴嫩 这是现在中东最新的情况 另外呢 在 红海方向 在野门 英国媒体报道 红海的入口处 叫曼德海峡 伊朗支持的野门胡塞武装 那下令呢 一艘以色列船只 改变航向 驶往野门 结果遭拒绝 胡塞武装发射了一枚巡航导弹 该船呢 目前已被胡塞武装服录 这是在野门 红海 雅丁湾这个 吉比提口岸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呢 实际上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贸易通道 你可以看到 它是通往地中海 一个重要的 埃及的苏伊士运河重要的一个 进出的通道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实际上 这条通道已被胡塞武装控制 那么未来不排除 以色列会联合着沙特和阿联酋 来打击野门胡塞武装 这个南部地区 伊朗的势力 在野门和以色列 以及在叙利亚 北部地区 和伊朗的这些民兵 亲伊朗民兵之间 这个冲突很快会升级 那如果野门胡塞武装 遭到打击 它会报复 报复利亚德 报复沙特的这些油田 那就会导致 这些油田袭击 造成整个中东地区 石油出口的产能的下降 那就会导致 国际油价的暴涨 所以可以看 未来中东地区的战事 对国际油价也会产生影响 我那也会持续关注 中东地区 后续有更多消息